大楼中庭拉起封锁线 见识人员在现场仔细进行财政 因为这里惊传双十命案 事发在高雄左营区一栋大楼 住户张姓女子坠楼死亡 警方获报赶到现场 上楼到死者租屋处 要找他同居人厘清案情 但多次案铃都没有回应 察觉不对劲 请屋主赶来开门 进到屋内看到还有一名女子 倒在卧室内死亡 深入追查才发现两名死者 疑似有投资纠纷 进而引爆杀机 涉嫌杀害同居人的中国籍张姓女子 在案发之前曾经拿了一罐染发剂 下楼给大楼管理员 讲话反倒跟平常不一样 根据了解遭到杀害的邱姓女子 从事烘焙生意和女儿同住 之后张姓女子也搬过来 命案发生之后 警方通知家属等人带回派出诉 要厘清进一步的案情和详细此因 华市新闻消息许大人高雄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